哈喽大家好,我是林萍,在日本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爱德兰斯呢? 在日语里面,它叫做爱德兰斯 是日本历史悠久的毛发制发品牌 可以说爱德兰斯在日本就相当于非常权威的毛发专家 在解决脱发问题上面,可以说是日本权威的群在了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们家专门针对头皮护理的毛发洗护类产品 叫做赫普明润洗发水 这个里边呢,专门添加了一个CR2的配方 是专门能够强效抗头皮糖化的成分 我们的头皮和脸部的皮肤呢,是连在一起的 而且要比脸部皮肤更加的薄,更加的脆弱 我们平时非常注重脸部皮肤的保养 却忽视了头皮 其实你知道吗,头皮的衰老还有水油不平衡 是造成头发稀疏,还有脱发的主要原因哦 赫普明润洗发水啊,它已经把这个scalp写在了品名里面 可见它是一款专门针对头皮护理的洗护产品 不仅如此,而且它也是无归配方 里边也富含硫酸盐清洁剂 对头皮和头发是非常的温和 氨基酸成分清洁头皮 清洁和护理头皮是一气呵成 让头皮更加的干净健康 让头皮的水油平衡较到完美 长期使用能够让我们的头发更加强韧哦 非常推荐 哈喽,我是东君小宇 自从桌博住以来会经常熬夜写文稿录视频 忙的时候饮食都会变得非常不规律 所以到了晚上,头发就会变得非常出油 而且掉头发 每次打扫卫生都会在吸尘器里发现一大堆发丝 真的特别崩溃 后来在朋友推荐下买了这款爱德兰斯的和服激霜系发水 它可以强效控油,温和去角质 总数头皮环境 最重要的是可以强效发丝 洗完后有淡淡薄荷香 清凉感十足,而且清爽不粘腻 头皮适合我这种以扁摊的吸润发质 配合她家的头皮清洁者力 胡发素,还有头皮精华 使用一段时间后 头发真的变得不那么容易出油了 而且发质也有明显改善 造型变得更容易 照片也会变得更好看哦 我是月奈 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 之前每顺一个娃掉一半头发 这个脱发的问题真的非常地困扰我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不光要保养发丝 头皮的毛囊 防止它的老化也是一个 需要日常护理来注意的一个问题 自从试用了爱德兰斯 特别你用洗发水后呢 我觉得我的头皮清洁得非常地干净 而且发丝也不易断 我觉得我的头发的现象呢 也得到一定的改善 它这个系列呢 不光只有护发素跟洗发水 而且还有之前的一个 头皮的清洁折磷 包括之后的一个头皮的精华液 给发丝跟头皮的毛囊 进行一个全方面的一个保护 也是做到了非常地口大挖力 我觉得我应该是会坚持用下去的 哈喽我是小悠悠 我一直在用这一款 爱德兰斯贝瑞保湿修复洗发水 我是经常爱折腾我的头发的 头发分叉非常厉害 也非常的干枯 每两个月都要去理发店 一次性瓢染两次 导致我的头皮也经常有很多的结块 那这一款呢 仿佛就是我量身定造的了 里面的植物精华成分 在滋养头发的同时 又能够帮助强顾发根 而且是零硅油不含防腐剂的 里面的氨基酸成分呢 在清洁头发的同时对我们的头皮 也是非常的友好的 像我一样经常要汤头发 染头发 漂头发 急需给头发出力的宝宝 就推进这一款洗发水了 那如果你的头发相对来说比较少 希望头发看起来比较蓬松 就推进这个洗发水的存松款啦